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S 那上期课我们讲到了HPS表设计中的高表 讲到高表的使用场景 大家觉得高表真的太好了 又可以多条件查学,设计又方便 那么大家都使用高表了 这个不是这样 那这期课我们讲一个案例 讲个场景 大家觉得这种方式去使用 高表核实还是宽表核实 我们来先举个例子 我们来画个图 因为每个场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某个监控系统 然后在监控系统的每个指标 比方说我们监控我们的服务器 对吧 服务器 每个小时CPU使用率 我们希望绘制一个图出来 那么图结果是这样的 图结果这样的 我这边是一个时间 这边 这边是一个CPU使用率 CPU使用率 CPU使用率 那么这个结果呢 是什么样出的呢 结果啊 希望是这样 那你如果说你就给一堆数据出来 我告诉你啊 老板告诉你 这个9点钟是CPU80% 10点钟是50% 那你这个看了 这个没有个机关感觉 那么我们使用这么一个 啊 曲线图 直线图来看 啊 图表也是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眼就看到 哎 这个点 CPU使用的最高 是不是 那这个点是什么时间点 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追踪到 问题了 对吧 这是还是访问量太高了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程序 执行某种运算 导致CPU比较高了 哎 这种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 我们使用高表合适 还是使用宽表合适呢 哎 我们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课程啊 我们这种案例是吗 网站性能指标采集 哎 比如说这时候我的ID ID ID表什么呢 这表示 哎 我的一个 一个服务器和编号啊 タイプ什么呢 我这个监控的指标 时间 是我监控的时间点 哎 年月日 是吧 比方说我这是2015年6月18号 是吧 这是我监控的时间点 那么我们把这个所有的 时间错 时间错 比方说1点 2点 3点 我到一直到23点 我每一个时间点 作为一个列数 作为一个列啊 不是列数 作为一个列 哎 这个时候啊 你看到没有 比方说我1点钟是56 2点钟是56 8 3点是15 4点什么 5点什么 6点什么 我们这样设计 那这样设计好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去监控这个091啊 这个指标类型 那我是不是 比方说我监控 这个主机091类别的这个6月18号的这个性能指标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去取一条数据啊 取23个列 24个列 一个OK 取24个列 那么这个24个列 是不是就能够绘制这张图啊 是不是就能回这张图啊 对吧 那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很简单 那那有些人说 哎 那你这个啊 我宽表也可以的呀 对吧 我宽表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来试试看 对吧 宽表 对吧 哎 我这个宽表 这个都 1001 是吧 091 哎 然后呢我这是什么 我这个是2015 0618 对吧 我这是01 01点钟 我这个只是比方说是80 哎 我2点钟这个只是76 是吧 我转成高表也可以啊 我为什么说要宽表呢 我比方说我3点钟哎 我跟他指定一下啊 56 68 啊 15 哎 那我这个宽 我的高表也可以这么做呀 对吧 那大家看到没有 091 我只把前面这个Rookie 变成这个时间戳 那我查询的话 我查询 这个内幕哎 0点到23点之间所有的数据差 那我是不是就这样可以了 我这个Rookie 范围指定到这里 然后这是00 到后面什么 24 24 24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我也可以查出来啊 我为什么要用宽表呢 其实呢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那我再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这是监控一个啊 CPU 那我们再做个算后题啊 我们来 因为我这里呢 我不会告诉大家 到底是宽比较好还是高比较好 比如说 我们有 100个监控指标 啊 100个监控指标 那如果说我用宽表的话 对吧 我一天 就是吧 我每个指标 一行记录 那也就是我100个指标就100条记录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我这是宽 我这是宽表啊 宽表 对吧 那我你你后面这个 我后面有24个列吗 我24条记录 每个监控点的指标 那如果你用高表的话 你是不是得100乘以 对吧 24个时间点等于多少2400条 记录 对吧 那这是一个小时 按小时算的 那有时候说 按小时算这个 按小时算啊 这个力度啊 出了点 我们0.5小时就算 对 我们0.5小时就算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是 对于我这边来说 我一天是不是还就 100条记录啊 我只不过我后面列 多了是吧 我列多了这个 一半 我列可能之前24个列 现在变成48个列 那么你的宽表啊 一天有什么 一天有24个小时 因为现在把拆成乘2了 等乘2等于怎么 等于4800 行数据 你这个里面 那你用rokey scan去过滤的话 那你等你这个数据量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查询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率影响 对不对 但是我用这个呢 这种模式呢 我会非常之快 因为我是随机查询 也就是顺序查询 那这里面有优势什么 列是什么 那是我们下节课就讲 这里面 查询效率有什么影响 我们下节课就讲 那这里呢 我们是给大家讲述一下 高表和宽表是场景 那么基于这种模式呢 我们推荐你使用宽表 那如果说 如果就喜欢使用高表 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吧 这是个人喜好 喜好的问题 那么对于有经验人来说 我们推荐你使用宽表 啊 这种宽表 我会绘制这张图啊 我绘制这张图 我绘制这张图 我这个宽表非常简单 我就get一个数据就可以了 我根本不需要 进行一个skin 那get和skin有什么区别 在什么地方 我们后面课程 会给大家结合到 那这里呢 只是告诉大家 高表和宽表 没有 特定要求 你必须使用高表 还必须使用宽表 我们没有这种特定要求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在不同场合 不同使用场景 使用不同的表设计模式 哎 那么这个呢 需要有经验啊 一定经验去理解 那么 呃 大家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有高表和宽表的存在 那在当你设计表的时候呢 不妨前期阶段啊 你不妨 我高表也设计一套 宽表也设计一套 自己比较一下 到底哪一种模式更优 更好 啊 好 那这些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啊 呃 大家课后呢 多加思考 多加思考 因为这个 非常 非常 这个 这个 纯理论啊 有 理解有一定难度 大家啊 课后 仔细思考啊 多想一想 好 那这些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